嘿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熊厚 今天這部影片我們帶來的是這個 超強單線阿塔的一個實戰解說 不瞞各位說 我的凱撒路其實是比較差勁的 但是玩了阿塔之後不得了 我的那個銷售業績突飛猛進 林苦塔一座一座的賣 我們今天的對手不是那種硬漢系列 跟你互貓來互貓去的 是凡恩 手比較長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打 這邊我已經察覺到納克羅斯萬劫準備好 一個閃現呢 再把凡恩抓過來壁咚 這時候納克羅斯跟上 就算阿旁邊有這個 起羅在騷擾阿 不過沒關係阿 林苦塔蓋完一座 再蓋一座阿 來看一下 還想跑是不是 再一個挑飛有沒有 我們二技能又要好啦 我等一下 直接把你啊 撒一撞 哇居然被這個起羅一個 一技能擋掉 厲害阿 那我們這納克羅斯呢 因公殉職 沒辦法 哇這邊真的是 悔恨千年都不為過 沒關係阿 做直銷的賣林苦塔 沒成功 我們呢 再賣下一個人 有沒有看到 這個阿萊斯特 主動上門說 唉呀 我想跟你買 再賣他一座 我跟你講 不管是黑阿塔白阿塔 只要能蓋林苦塔的 就是 好阿塔 身為一個 健毅勇為的實況主 一定要幫助隊友逃跑 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個圖倫 絕對 痛哭流涕 心裡絕對是 萬分感激 但是阿 我們一直是舉手之勞而已阿 你看這時候圖倫 有沒有 圖倫的報恩就要來啦 他從下面走過來 我也看到 意識到 我教大家一句禮語阿 夾龜姬 賣手頭 現在我拿人頭 有沒有看到 圖倫跟上來 一起收料這個凡恩 剛剛我救他一命 他現在還我一顆人頭 對不對 我們一眼還一眼 一牙還一牙 一頭還頭 一包換包 不是說那個 這個聖誕節的時候 有沒有 交換禮物 我們買一個包包 然後換到別人一個包包 好的 那看到這裡呢 希望呢 你的手指頭 已經幫我按下訂閱跟讚了 希望這部影片可以突破300個喜歡 來我們看一下隊友又被抓起來了 一個一技能 談杯之後 大招馬上攪起來 讓納克羅斯的收掉 阿萊斯特 可是很可惜 這幫集火在我身上 我因為剛剛對劍凡恩 所以出的都是物攻裝 那下面兩隻魔攻的角色 這樣打的我真的是 扛不住 那你可以看到 對方這個陣容 其實相對來講沒有那麼硬 那我們這邊在一個轉角處 遇到阿萊斯特 大招跟你捆綁 你有沒有閃現 沒閃現就不用跑了 這邊他還在那邊卡了一下 有沒有看到 我已經感受的出來 他已經拼命的在扭 但是最後一個壁咚帶走 人家呢 是轉角遇到愛 阿萊斯 轉角打就賽 沒辦法 我們中路給他刻一點碎之後 看到圖倫跟 齊羅打了起來 而納克羅斯也在上路 我想說應該可以來幫忙 然後去蹲這個草叢 我看到他的紅buff還在 他大概一定會來吃紅buff 想說應該可以一起蹲一下 就扣一個集合 我想說要逮捕他吃紅buff 結果這時候中路 我看到圖倫遇到阿朵 馬上跟上來 不過我跟你講 只要有屁屁的觀眾 都可以想到 對方上路人應該會來支援 有沒有看到 反應就跑了過來 等一下 齊羅應該也會過來 所以馬上先扣個撤退 有沒有看到 齊羅果然從旁邊衝出來啦 不知道還以為是什麼 好萊塢的編劇導演 那我這邊綁住齊羅 看一下能不能控制他一下 那控是控到啦 但是隊友沒跟上輸出啦 我嚇了一個趕快 以為一個摺板跑 閃線不要跳過去了 就趕快閃回來 因為我發現 納克羅斯王一直進不了場 想說算了 好啦 那我這邊要把麥克風轉交給實力機長 好了 各位觀眾 你可以看到 我們一出來 就先送對方兩個見面臉 兩個空技能 阿杜遇到我們阿塔 怎麼可能跑得掉呢 馬上大招先阻止他的去路 那這時候他只能成為困獸的製作 馬上對方的綺羅又過來 怎麼樣 想下水餃是吧 你想當什麼水餃 雞肉豬肉 羊肉鵝肉 鴨肉牛肉 還是狗狗肉 任君挑選 進來做沒點餐 我看你是跑不掉了 那三顆水餃吃不飽怎麼辦 那馬上多招再叫來一顆 有沒有看到 我們送過來 這個外送小龍給他五顆星 這時候阿萊還想跑嗎 想跑去哪 我一一竟然 再把你擊飛 有沒有隊友 馬上摳幾盒 快來啊 來人啊兄弟 這時候圖倫呢 感受到了我的召喚 衝了過來 一個大招應該瞄到吧 沒關係 我們一技能直接收掉 有沒有看到 這一波會戰 我們收了四顆人頭 而且我們的血量 只掉了一咪咪 好 我們把這個麥克風的專交回給棚內 好的 感謝我們這個美食評論記者 那這個大家可以看著 看到 感受到我們阿塔 我們在打會戰的時候 是不是啊 真的很厲害啊 你看打完之後 昇龍火虎啊 血量一樣照滿 這邊呢 還看那個拉維爾想跑 他往內跑就不對了 我們直接把他畢咚在塔上 有沒有看到 順利的再收掉 這個拉維爾 剛剛應該直接往後跑掉的 你可以感受到 我們這一個阿塔 其實在這場比賽 扮演著讓我們順風 有一個很大的 算是大功成 不是MVP 也該給我一個VIP卡 那你看馬上就爆發了 下一波的會戰 因為我們剛剛靠太前面 對方都復活了 這時候我先用大招 看到我把 防恩卡在那個船後面 這時候阿杜恩 還想要挑戰我們 根本就是 If possible 對方這個企羅 再一次進場 其實就不對了 我看他是對於死掉 非常感興趣 這邊一個一技能 有沒有看到 再彈一次的阿杜恩 基本上走不掉 我們只要不停的普攻 這個血量就可以直接回回來 我跟你講 大家不要覺得 這好像什麼B牌 A牌 虐菜 不是啦 我跟你講 大家都知道這就是本號 本號就是S 你覺得怎麼可能配到一個 A牌 甚至B牌的 我跟你講 俗話說的好 不管你是一牌D牌吃 只要肚子餓 就去吃雞牌 大家知道 每個買雞牌的人面前 都帶著一個賣雞牌的老闆 而每個買雞牌的人背後 都帶著下一個要買雞牌的人 這邊阿替大家上一點 這個社會課阿 所謂的供需 要平衡阿 從V等於V0加AT這個公式 我們就可以得知 當一個老闆呢 他今天把雞牌都賣完的時候 他就會關門 那再用呢 W等於FS這個公式呢 你就可以算出 當你要去買雞牌 結果這雞牌關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眨眼睛 好啦 我們雖然是欲翹於樂 可是該有的觀念還是要有阿 V等於V0加AT 他是等加速運動的三大公式 V0就是出速 AT就是加速度跟時間 W等於FS就是公允人 長期在關注我頻道的朋友 一定都以為我國文很好 我跟你講我其實是身體很好 我呼吸的空氣 絕對比你們這些25歲以下的人還多 而我打傳說的場次 絕對比你們這些低於7000場次的人還多 我跟你講沒什麼好爭辯的 不服來辯好不好 想要反駁我在底下留言 完了 我這邊直接被抓到 我死定了 這個想跑應該也跑不掉 齊羅根上來一個普關我應該就掰了 很可惜阿 這邊有點不太沒注意到 我本來想說要去跳那個凡恩 結果哪知道 我中了對方的埋伏 國父孫中山先生 是遭受到十月為成 而我呢 現在一直姓陳 好馬上下一波會戰 我們要換一個人來主持一下 嘿大家好 我不是阿文 我們只是路過 就看到納科被綁 喂你先去買雞排 這邊我來講 這邊想跑是不是 得罪了阿塔還想跑 圖倫跟著加入戰局 有沒有看到這阿杜恩 直接就成了困獸之鬥 哦 難命一條 掰掰啦 丟我們阿家的臉 我看就是拉威爾 我一技能這邊定在牆上 有什麼閃現腳啊 果然腳啦 我們這邊一技能的位一技能都比你長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圖倫跟上 直接收掉 收掉沒毛病啊 輕輕鬆鬆 Easy easy 真的是齁 你看這個阿塔 強的這個什麼樣子 怎麼打啦 真是 這場怎麼輸啦 好了 感謝這個 厭世型主播 真的是夠厭世 不得不說 我覺得他的這個 做法很正確 叫阿文去買雞排的部分 因為 真的要請阿文講解 人家頭痛會受不了 好了 我們這邊吃冰吃得很開心的同時 然後被這拉威爾定了一件 不過沒關係 還好身邊沒什麼人 那這把劍呢 頂多他只能用來探草而已 不過對方 起羅這個傷害其實有點高 你看我的血量被他這樣半套而已 就被打掉一半 是的確真的有點多 那上路的兵線已經來了 納克想要吃凱撒 我覺得是沒問題 可是呢 上路的兵線都在我們這邊 所以視野的話 沒辦法掌握太多 那這時候他硬要吃凱 我是覺得有點危險 因為會戰已經爆發了 哇 這個納克還在繼續吃啊 我這邊看到阿塔一個閃電先攪上來 然後大招困住他的去路 希望隊友可以跟上 小手怪一個大招應該是收的掉 不過呢 我這邊陷的有點深啊 直接被打爆 那這時候納克跟圖倫 哇 終於把凱撒吃掉了 這個凱撒 是用血和命去換來的 那你看對方抓住一波失誤的機會 直接衝上來 打到我們上路 那納克在下面 不知道跟起羅能不能 打得贏 但我們也沒有 閒暇之餘的力氣可以去幫他 怎麼雅典娜 聖鬥士星矢 只能這樣禱告 沒辦法 那我這邊想說 欸既然來了 看一下能不能抓 你們看我摳個集合 因為對方應該會在這裡想打一波會戰 一定會去幫起羅 這邊呢先抓到這射手 居然沒抓到 不過沒關係我們二箭還是定到 大招一樣把他困在這裡 你們看我們阿塔的大招 進可攻 退可守 想跑 我跟你講我們最適合就是這種 窄口 因為他如果沒有位移技能就過不去 有位移技能那你就用 那我們就抓那些沒位移技能的人 好我們這邊有天空巨龍 可是很可惜阿 他在 他的前面並沒有小兵阿 所以天空巨龍直接打塔的話 很容易阿 會被對方一下要清掉 不過至少還是拆掉一個中二塔 下二塔 但最主要還是要可以推掉一座高麗塔才賺 對方現在只剩三個人 我個人是認為應該可以強推一波 因為你可以看我們其實已經被打到有點不知所措 我們中路跟下路已經爆掉已經沒了 那這一波阿杜恩居然想要守中塔 那我們一定要給他一點顏色瞧瞧 我今天的衣服是穿綠色的 那這個綁住阿杜恩其實我覺得這個大招開的不好 因為效果不大 阿杜恩沒辦法被秒 那我們就沒辦法打 而且奇羅傷害太高了 我這邊摳一個撤退 根本就很難防守 那大象被抓住希望他跑掉 那希望終究還是希望 希望後面是常有的事 這一波我就摳退阿 納克羅斯在下路感覺想要搞噴推 那我們就盡量拖延把他們帶過來 有沒有看到 我一個大招阿阻止他們 那這時候我就一直摳撤退 我覺得不需要打 來大家看一下這一波 我們現在呢是死掉了一個隊友的狀況 這時候隊友遇到他們阿 我覺得就應該拉掉 因為再怎麼樣都是一個少打多阿 你還沒有確定其他人沒有肉頭阿 你不能確定說這邊是一個多打掃 所以我一點都不想去幫忙 一過來幫忙就只是陪戰而已 果然我們死掉了一個圖倫 這時候我就摳一個車隊 千萬別打 這邊大招本來想要扛一下阿都恩 結果他還是飛過來 但是他隊友沒有跟上來 有阿 竟然跟上一個企羅阿 我一直摳退阿 賣爬賣爬 完蛋了 死定了 哇這個大象跟納克羅斯過去阿 但是他們一定會被包夾阿 我這邊就說被對方少打多阿 更沒辦法打 這時候呢 反而覺得還想要拆我們他 我馬上黏上來 但是來不及阿 掰掰了 死掉了 輸了